吴学让1948年毕业于杭州一专工地深厚 南北二宗工笔写艺水墨重彩 金石派坚收冰篮 记者杨敏一社 记者杨敏一台北报道 从2月到9月 从国立台湾美术馆先进于方几何到国父纪念馆展出的梦中家园 为期七个多月 在台中台北两地举办的吴学让纪念展 背后有一段子女和学生为父亲 师长完成遗愿的故事 2013年吴学让在洛杉矶家中逝世 过世前正准备在国美馆办90回顾展 没想到该展意外耽搁 来不及看到展览举行 吴学让就去世了 抽象卡通形象的儿常被吴学让暗喻为人 在不同主题的画作中反复出现 除为2013年采末之本 一家人记者杨敏一社 其实有一点遗憾 陷进于方几何汉梦中家园策展人 白世民是吴学让在文大美术系任教时期的学生 所以当吴家子女请他策展 他很愿意为老师最后的心愿尽一份力 白世民说 吴家为办展投入极大心力 运来台湾的作品超过500件 郭媒馆展出近250件 郭富纪念馆展出160余件 其中只有少数重复 就是为了尽可能完整呈现吴学让毕生的艺术实践和创作历程 白世民说 吴学让年轻时未躲避 战乱从家乡四川到杭州一专读书 1948年由校长介绍来台教书 隔年国民党政府战败撤退来台 中国与台湾对立分治 原本认为只是去台湾教书的他 就此与家人失去联络 截然一生 直到认识师母才又有了自己的家庭 熊梦元辉与两人结婚40周年 师母一直挂在他房间 策展人都知道能否顺利借到重要作品是展览成功的关键 这幅画也是街展 是为了梦中家园这个主题 特别跟吴学让妻子商界展出的 白诗明说 吴学让个心目呢 难得诉说的深情 可从其他画作不常使用的温暖颜色看出 他认为熊梦元是吴学让对艺术生涯和人生的自我表白 他寻找艺术的梦想家园 跟师母结婚之后 也创造一个心目当中的理想家园 有双重的意义 梦中家园即日起展至27日 23日下午将举行专题座谈会 吴学让的艺术